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站在那个十字路口的时候 其实我们没有足够的data 足够的资讯去决定 我到底应该向左还是向右 但是成为一个基督徒 我真的惊艳 我的神在我的生命当中 我看不清楚 祂看得清楚 我不知道往这样走究竟会发生什么事 往那样走又究竟会发生什么事 但是祂全知 祂不但是全能的神 祂也是全知的主 当我去求问祂的时候 祂会指示我该怎么做 不会做一个后悔的决定 我觉得这是人活在世上一个极大的恩典 就是我所做的事情 不会将来说 哎呀 早知道 做一个不后悔的决定 上帝会启示我们什么是该做的事 透过圣经 透过神的话语 祂可以用各样的方法启示我们 但是关键在我知道了祂要我做 祂要我做什么之后 我愿不愿勇敢地跨出去 很多的时候我们都说 那我怎么知道 其实祂是全能的神 如果祂都不能够让我知道 什么是该做的 什么是不该做的 应该做什么样的决定 祂怎么是全能的神呢 祂能 关键在当我知道之后 我愿不愿意付代价地去做那个 该做的事 还是考虑 哎呦 别人会不会不同意啊 那个人会不会说我 那个人会不会 如果我们没有办法 勇敢地 好像这两天分享 约西亚 勇敢地去做改革 带来改变 而且是全面的 不是只是 哎呀 我做这一块就好了 其他的不关我的事 全面地去面对那个改变 然后你会经验一件事情 就是上帝做奇妙的事 基督徒的生命里面 我们常常经验一个恩典 就是经验 其实要做这样的事 我做不到啦 我不可能啦 在我不能 但是后面有一句话说 在神凡事都能 可是如果你不跨出去 你永远只是停留在 在我不能 你永远没有办法经验 在他凡事都能 约西亚在面对 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知道圣经里面 有一段话讲到说 他所做的这些事情 其实很多年前 一位老先知已经预言 将来会有一个王 叫约西亚 而他会做些什么样的事情 哇 你知道神早都预备好了 可是你说好多年前 你知道那是多少年前吗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 那是三百年前 三百年前 有一位老先生 就预言三百年后 我们犹大国会有一个国王 这个国王叫做约西亚 他会做些什么样的事 神要做的事情 一定会成就的 我也相信神预定 我这个很平凡的人 在我的生命当中 某年某月某天 我站在这里 录恩典三月五 然后你会看到 因为神知道你的需要 但愿今天神 透过这短短三分钟 左右的一个分享 也能够鼓励你 勇敢地做对的事情 不是知不知道的问题 是我知道上帝 要我做什么之后 我愿不愿意 勇敢地去做对的事情 总结束的话 宣优导 喔 好 好 好的 不要